竖起大拇指露出燦亮笑容 发起男子李广荣亲自听判决 无罪 他当着镜头前称赞台湾民主法治 2015年3月台北市松山派出所外失货 烧毁13辆警用机车和两辆汽车 接时期拍到李广荣穿雨衣 以及脱掉雨衣后 骑单车经过附警的画面 警方怀疑是便装纵火 在案发两天后逮捕李广荣 一审法官调查 正对失火现场的监视画面 遗失了 不能确定纵火者 也无法排除其他人经过 加上消贫局鉴定 必须打火机或火柴这类明火 加汽油才能够迅速引燃 不过李广荣的随身衣物 验不出汽油反应 因此判无罪 警方上诉高等法院也认为 李广荣行机可疑 不够欠缺 直接证据 维持无罪判决 缠送两年多 李广荣压力大 经常失眠 还跟台湾太太离婚 靠着赡养费 独立抚养三个小孩 如今几乎可说是 无罪确定 恢复名誉之后 他决定反过来 向警方求偿 要回他的人生 记者刘宋林万家为 台湾报道